今天是會講講究竟我的成功的心態會是怎樣的 有幾點想和大家分享,亦都很重要 有些朋友看到是,為什麼會這麼多年都進步不了 或者是走不了,不單止是個人的 你發覺很多公司,很多團隊都動不了的 今天我有四點想和你分享一下,就是想法應該怎樣 各個思維的系統應該怎樣看法,令到你可以盡快走到這一步 我想報導一下,上星期我就去了杜拜 然後去了普及,我想很集中在杜拜這個國家,他給了什麼想法給我 為什麼這個想法會是很幫到你的共事,很幫到你的事業 為什麼?我想分享一下一點點 我那天是下機的時候,我看到有很多貼文 其實貼文裡面有一個信念,是很滲透出來 令到我的心態是很震撼的 那句話大概說什麼 他說Dubai doesn't believe in impossible Dubai doesn't believe in impossible 這句話是沒有震撼的 你想想一下,如果大家要知道就是 或者國家的話,中國、美國都是什麼都做到 但是大家要細想一下看看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的人口,只有幾百萬人,是比香港少的 香港700多萬 距離300萬,他很少人,300多萬 就是說少的香港,不止一倍 少很多 但是一個這麼小的國家 這個國家的人口連一個主要城市的人口都多了 他怎樣是有這麼大的想法呢 是不是震撼? 我先想想一下,我看到什麼都看著 我今天出了個帖子後做的事 如果大家有看的時候,可以看到是 Berkeliva Berkeliva 2700多尺 全世界最高的建築 就在Dubai 這是第一個人 好了,跟著 全世界最大的shopping mall 在哪裡? Dubai mall 好了,全世界最大的Ferrari theme park 在哪裡? Ferrari road 在哪裡? 在Dubai 在那裡 第四個月來了 全世界最大的工資島在哪裡? 那裡叫Palm Island 在哪裡? 在Dubai 那天我進去了Ferrari road 我玩了一個騎乘 但是昨晚你見到我出了一個帖子 嚇死我 那是什麼騎乘呢? 就是全世界最快的Roller coaster 真的不是開玩笑 各位朋友 玩之前你要戴著褲眼鏡 你看 怎麼這麼誇張呢? 就是由0至200公里 它只需要3點幾秒 可不可以幻想到那一下加速那幾秒 是誇張的 全世界最快 這就是你的想法 你看到這個國家 為什麼這麼小的國家 可以有這麼大的想法 這就是它帶出我們第一點 就是 你想做一個成功的人? 你想做一個成功的企業 成功的一個老實 或者成功的一個團隊 第一 有沒有遠見? 有沒有遠見? 你敢不敢看遠一點? 我在那裡 我跟超過二三十個 在杜拜做生意的朋友 那些商家 在那裡打工的人 同一時間 他給我什麼感受呢? 他說 他很喜歡這樣說 We are Dubai We can do anything We can absolutely do anything 還有一個字很喜歡用的 他說 We are futuristic 我講一次 We are futuristic 我很少聽到這個字 這個字很感染 Futuristic 就是說我們可以是很看未來的 他說我們 有幾個做生意的 那些杜拜的生意 他說 我們不是看未來的這一年 兩年、五年做什麼 他說 他說 我們現在看的是 三十年後 五十年後 我們杜拜 是可以發展成怎樣 這個就是 Futuristic 這個就叫做 有遠見 這個就是No.1 為什麼這麼重要 為什麼你去到 因為你見到 因為你相信 你看不到你去不到 剛剛認同一下 但是yes 記住把這個broadcast 現在share出來 是不是很重要 你看看你的公司 他看到什麼 你看看你的公司 你看看你的團隊 他們看到什麼 你老闆看到什麼 你的公司 看不看到 你又可以怎麼影響到這個世界 你的老闆 他怎麼看 他覺得這一份 只是一份工 還是一個事業 是有一個很遠大理想的事業 如果覺得你身邊 是沒有人看到 其實as is 你打一份工 就是打在一字下面那裡 如果覺得不是 是很有遠見 是不是很見到的未來 不只是這一兩年 打一二字 為什麼這麼重要 尤其是現在 出來打工的人很過癮 兩三四五個月 見不到成績就要走 你發覺 在地底的人 或是在地面的人 是為什麼一生在地面 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我今天早上 是 我 exactly post了 是 就是 Burkleiver 這座建築 那裡 你看到二千多呎 是由 逐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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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堆砌上去 這個就是人生 這個就是事業 但是現在有一些 就是我們叫一些 就是我們叫一些 一世都在 Food Chain 就是 食物鏈最低的層 那些瓶藝 是怎樣的 他不明白這個道理 是不是 做了一兩個月 一兩年 為什麼去不到最高的 做什麼 然後他放棄 一定有一群這樣的人 是很需要他們的存在 為什麼 因為他在這個世界 在這個事業上 或者在這個市場上 存在 他這個存在 是佔在你底 將你托到高 你發覺你跟這幫人說話浪費 永遠都是不行的 因為在他這個世界 什麼都不行 所以不要跟這些人 是Partner 不要跟這些人打交道 因為他會 拉回到下面 因為他自己沒有軟件 他沒有軟件 令到你不想你有軟件 因為當你有軟件的時候 他會覺得你令到他很冒免 是不是很簡單 這個邏輯 所以第一 你要是有成就的 一定有軟件 第一 Futuristic 即是做一個Visionary 你看到別人看不到那些東西 你看 成功一定要這樣 不要看現在的東西 因為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已經發生了 為什麼你發覺是成功呢 就是你有這樣的軟件 你看到大部分人都看不到那些東西 你敢相信 好了 現在就要去到第二點了 好了 你有軟件 你看 第二點就是 你有沒有膽識 即是有沒有Guts 你有沒有這樣的膽識 你有這樣的軟件 你看到 但是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你要記住 當你這麼有軟件的時候 你跟別人說 十個有九個都說你傻的 你有沒有這樣的膽量 頂住這些所謂的反對聲音 不管旁邊人說什麼 你埋頭苦幹 不停地做下去 是不是說很容易 是不是 說我也會說 是不是 那個talking game 就是說這個talking game 說這件事 是個個都說到的 但是做到的人 是少之又少 好少 好少 個個都會說 個都說 有夢想有貢獻 有忍耐 是不是 相信自己 個都說到 但是 是不是真的做到 現在就是鬥 不是說哪一個 是 你見到 第一件事要見到 第二件事就是 你有沒有膽量 真正相信自己 我昨天 真的在這裡見到學生 他叫Janny Janny就是我的1%級學生 他加入我們的1%級 大約是 幾個月 在這幾個月裡 他做了幾千萬的生意 港幣 你看 他有三個禮拜 其中有三個禮拜 只要那三個禮拜做一次萬 港幣 你有沒有這麼誇張 Brian 你在Facebook 你經常都會見到他 但是為什麼有些同行 是跟他做同一個行業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 連賺錢都賺不到 但是他怎麼可以賺這麼多錢 賣同一樣的東西 這個成績是這樣 這個成績就是低落 或者跌穿下去 你見不到他 為什麼可以分別這麼大 喂 沒有他 設定目標設高 有遠見 接著 有膽量出去跟別人說 當你有膽量的時候 那位朋友 我想告訴你 一件事 當你有遠見有膽量 你絕對相信你自己 你說出來那件事 你給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認同在下面的答案是Yes 不是你說什麼 是你信不信自己 如果你相信自己的時候 你就有膽量說出來 當你有膽量說出來的時候 那種感受 我可以告訴你 是圈掩性的 是很傳染 而這個膽量 你給了很多身邊的人 很多的信心 這就是感染力 各位朋友 認同在下面打Yes 我自己有一班 是教 就是一個 Leadership 是怎樣 將你的Presence 將你的感染力 圈掩力 領導力 吸引力 是Improve 是這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課程 是專門給一些 是Business Owner 或者CEO grade的朋友上 當然這個課程 我會收得很貴 但是這個特質 是所有的Leaders 是必須要有的 要不然你做不到Leader 就會這樣做到 有的 好